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到这个时间是 股市最低限度在北美 每个人都知道圣诞节是什么 所以是最好跟大家 跟朋友跟同事邻居分享福音的时间 所以今天特别我用这个题目来提醒 也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 随时随地为主做见证 是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很重要的题目是 每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 必定要为主做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看这个很广大的形式 整个世界有六十多亿的人口 很简单啊 这个是不准确的 所以很简单分成三个类 一类是基督徒 Christian 但是呢不是所有的Christian 这些在这个 明示之下这一类的人 不一定全部是蒙恩德基督徒 但是他们是天主教 东正教基督徒 都包含在里面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有 差不多二十一的人口 另外呢 就是为什么叫非基督徒 就是他们根基的土 很多基督徒 都是住在这些有教堂 有随时可以买到圣经 随时可以听到福音的地方 好像北北南北这些地方 都是欧洲的 但是他们还不是基督徒 就是没有接受这个信仰 但是都有机会接受到 最后一类 三分之一二十一的人口 我们叫为德之谜 就是他们还没有机会 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福音没有传遍 圣经不容易找到 换句话我们看看 这个世界还有 没有 起码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需要人向他传福音 华人的地区 大部分地区有华人的地方 都不超过百分之五的 所以华人的比例 非基督徒的比例更高 特别中国的小数民族 大部分都是为德之谜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传福音在我们身上的责任 是何等的重要 那这个是 让大家看看这个大形式 然后提醒我们 今天这一节的经文 《彼得前书3加15节》 是很清楚的 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要我们什么 活出 有见证的生命跟生活呢 这里给我们三方面的提示 第一 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英文叫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 不能跟其他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人 然后相提并认 我们的主耶稣是超越一些 为圣灾 为圣灾为最自尊的 所以祂是我们的主 分别出来成为我们的主 生命的主 让换句话 祂要在我们生命里面 掌握一切 我们心中的宝座 谁应该坐在那里 大部分的基督教信主之后 还有很长时间 是自己还掌握那里 自己这个自我 还是坐在那个心中的宝座上 我们的这个生命的 这个拥有权还没有交出给主 但是保罗在 我们将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气 我们的献上呢 我们就分别为圣灾 就完全属于主 主耶稣就要在我们的生命 在那个最中心的地盘 当我们心尊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玛利亚 记得玛利亚 天使向她 显现告诉她 神恩拜她的时候 她是说 我心尊主为她 这个每个圣诞 我们都常常会念到这个 玛利亚这种的 接受福音的心态 尊主为神 我以神灵 以神的救恩为喜乐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活着的最基本的方向 那第二方面她说 叫人就要看到你们心中盼望的原因 就要来问你们 人家会问你 就是因为看到 是不是 看到你这个活出以基督为主为圣的 这种的生活 结果就表现出有盼望 有盼望 神经说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 就是能活出来的 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 让人看得到的 什么是活泼的盼望 就是你 看到永生 永恒 比这个 目前 很多人我们就是看目前 这个世界能够给我的什么 我就拼命在这个世界来 来抓 来争 来计较 但是当我们看到 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 是在永恒的国度 我们就不计较 我们就看人 比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财物更加重要 我们就能够用爱 用仆人的心态去辐射 这个盼望的人 有当然看到的时候 他们也想知道 就一定要问你 是不是 基督徒在同事 在邻居里面 假如同事 邻居 亲近朋友 从来不问你 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问题 是不是 从来没有人来问你 究竟你信 怎样有这样的喜乐 怎样有这样的平安 怎么样这样的来 愿意来用安心服侍别人 怎么样你会这样的 对这些东西 很愿意的拿出来 他们一定看得到 就想问 但是从来不 没有人问呢 我们这个生活有问题 我们要活着 尊基督伟圣 以至我们能够把这个活泼的饭 盼望显明出来 人就来问 但是第三方面 圣经还提醒我们 我们要 要长周准备 要见 一个活着有生命 生活的见证 人问的时候 假如你 丫头无言 讲不出来 那也 对他们 对他们你要帮助 是不是 所以你也要长周准备 要把个人的见证 要把福音 你所信的是什么 圣经的话语 你要长得 用一些基本的福音的信息 能够跟人分享 所以叫做常周准备 有的时候也要学 操练一些的 个人步道的技巧 常周准备 那今天我就是说 希望 特别 从这个常周准备 来提醒 各位弟兄姊妹 首先我们从圣经来看 一些的 为主座见证的例子 第一个呢 很出名的 就是 西门 的 大家都认识 但是他的 弟弟 你不一定认识 他是谁 安音的列 Andrew 这个名字很好 我要和很多朋友 和一个表弟 都叫Andrew 他们都喜欢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很有见证的名字啊 为什么 您看 他本来 跟他都是 施洗约翰的门徒 他们跟随施洗约翰 但是 施洗约翰 一看到 耶稣之后 特别 为施洗 约翰 为耶稣 施洗之后 那个圣灵 这叫嘎子的显现 印证了 这个是 上帝的儿子 这个就是 神的高养的时候 他就叫他的 你们去看看 这位的父子 这位的 是他 就是那个 弥赛亚 所以他们两个就 开始去跟耶稣了 当 安德雷一认识到 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他就立刻回家 找他的哥哥西门 他说 我们遇见 什么 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基督 弥赛亚 我们最喜欢听那个 弥赛亚的神曲 很多很好听的诗歌 差不多 我们每年 差不多一定唱 一首两首的 昨天 有来的弟兄们 有没有听到 那一首啊 哈利路雅 一定是不是 那一定是 所以 他就找 他的哥哥西门去 结果西门 主耶稣 就呼召着 用为他改名字的 来呼召他 所以第一个例子 他不是等到他 跟耶稣跟着断子 学了 学到这个好的道理之后 不是啊 他一 找到好东西 知道那个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立刻回家 跟他的兄弟分享 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 不是要等 我们上神学课程之后才去 我们一信主之后 就可以为主做见证 第二个呢 也是很出名的 这个是 这个撒玛利亚 他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 那很短 很长的一段的故事 在井旁的耶稣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手的时候 耶稣向他 传福音 用活水的信息 来帮助他 认识到他生命的情况 哇 他发现耶稣 对他的整个人生 完全了解 他知道 他认识 我一切的事情 他都给我说出来 知道这位是弥赛亚 信靠了 主 他立刻就回去 回到他的城里 见到所有的主 跟他们讲 大家出来看 这个就是 这位 弥赛亚 好说撒玛利亚 因为他做的见证 就都信了耶稣 也不是 信主很久之后才发生 是他一信主 就回去 回到家里 回到邻居 做这个 为主做见证 这两个例子都让我们看到 这两个人做见证 是一信主主 第三个 这个被贵府 府的人呢 本来他是有一大群的鬼 在他的身上 哇 他人都用手链都没有啊 把他控制的 但是耶稣来到 特别坐船过去 格拉西那里 去 释放他 让他 得平安 得自由 那之后 醒过来 醒悟过来之后 他就要跟着耶稣走啊 这个救命的恩人啊 我要一生来服侍你 但是耶稣说 不许他 这里说 要他回家去 到你的亲朋好友那里 做什么事 他说 江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么样 你呢 连你们呢 都 什么 告诉他 告诉他 回去就是讲 神在我 你身上做什么事 你就是很简单 把这个经历 这个事实 跟人分享 这个就是做见证 神在你身上做什么事 神做好当奇妙的事 你就跟人讲 那人就走了 在 迪迦波利 迪卡普斯 就是十个城市 这一带都是外邦人住的 十个城市 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 哇 这人在整个地方 每一座城 十座城的 每一座城都逃 逃 逃生了 告诉人 耶稣在他身上做的事情 众名人就都信了 换句话 很多人因此就信耶稣 他没有参加过主入学 还没有参加草经班 没有上个基督圣品的课程 就已经能够为主传福音 很简单 不过告诉人 耶稣在我身上 所行 所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呢 叫比较 这个比较是 仔细的做件事 这件事有内容 这个就是保罗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在二十二节上 保罗在什么 他说 我在 被 见 老有 众人面前 做件事 保罗说 我在哪里做件事 这一位主 怎么样 在我身上做的事情 他的件事呢 这个长的经文里面 把他讲过去 怎么样的人 本来从律法上 他是大方恶心的 但是在耶稣的眼中 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问他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逼迫耶稣自己 因为他逼迫基督徒 之后 因为在大马是个路上 他遇见耶稣 耶稣把 一个呼召给他 也把天上的荣耀 让他看到 主耶稣是活的 复活的主 是活的荣耀 因此他就 归信基督 之后 他讲到 他生命如何改变 他就 我不 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 天上来的呼召 从此 出去传道 不怕 坚固 不看 苦难 去 为主 所以这个是保罗的见证 我们的见证 不一定好像保罗哪样的 复杂 保罗的见证 其中有神 特别很清楚讲的话语 那 我们为什么做见证 为什么 很简单 这一节经文 提醒 我相信每个基督都很熟悉 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念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内 是有聚圈的基石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使命 他们停在这里 前面这四个是什么 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什么是 给我们的身份 给我们这样宝贵 这样真的 无价之保的 这样的福分 身份 下一句 要教 要教 你们宣扬 那招我们 出黑暗的光明 怎么 你们的 要教 这个是什么 讲出那个目的 前面 我们有这个身份 神的心意很清楚 有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 我们要来 为他做见证 宣扬 他是怎么样的 一位的神 宣扬他的暗 是何等的奇妙 宣扬这位的救主 是如何可以信他 一位的救主 这个是我们 蒙恩得救 神 任我们做他的儿女 神要我们做他的代表 这个身份的目的 换句话 神的心意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有这个很清楚的心意 我们不能够辜负 不能够辜负 上帝这样的一个心意 那 但是神 不但是有这个心意 主耶稣更加是很清楚 将他要离开地上 回到天上之前 把这个使命 什么 很清楚的托付 就是他信任我们 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不过他不是知道 知道我们能靠自己的人 他也赐圣灵的能力给我们 我们今天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极 什么 做过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亲靠讲的 我们信靠他的门徒 都要做他的见证 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托付 所以有很清楚的计划 有人讲 主耶稣没有Plan B 但是有Plan A 就是唯一一个托付 他没有说 哦 假如你们做不到 我还有留下一个另外一个计划 没有 主耶稣回到天上 这个传福音 这个做见证的托付 就是教导给我们了 One No No Me No Plan B 没有别的 可以选择的方法 就是要我们做他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很清楚 我们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 是责物旁大 是不是 不能够 看看旁边还有别人可以做 不是啊 看自己 神已经点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要我们为他做见证 好不好 我们就要好好地做了 是不是 那 每个基督徒最基本 最基本 就要做一个什么 个人的见证 得救的见证 是不是 其实个人见证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呢 很多次呢 你说我要跟人 讲福音 第二大小小 把圣经话语 什么 福音大干一讲 人就 不要跟我讲耶稣 讲耶稣 这个广东人特别像你说 你讲耶稣就是 你很 不 我们不愿意听的 一定是很 很不舒服的事情 不要讲耶稣啊 但是当你讲 个人的见证就不同了 你讲耶稣 就跟你辩认 跟你辩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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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讲个人见证 很多人都愿意听 所以是一个很有效的桥梁 以至在中间呢 把救恩的意义 对你个人的意义 不是道理 是对你个人的意义 是不能够辩论的 是不是 当我们是个人的经历 我信耶稣啊 我经历 神听我的祷告 我经历这件事情 不能够辩论的 所以是 神做在你身上 你就是个人的经历 讲出来 就能够成为 一个有效的工具 好像钓鱼 那个 鱼粒一样 是不是 那 怎样才能够成有效的 就是有很清楚的观念 因为 你清楚的观念 讲你的经历呢 你的经历 里面有个观念主题 你带出来才 人家才能够什么 认同 一般最普遍的观念就是好像 惧怕啦 特别对死亡的惧怕啦 或是 人生没有意义啊 很空虚啊 这类的观念 你每个人都有这些经历 你每个人都有这些经历 工作遭遇到错觉 做事情 这个事业失败 这些的观念 你的实际的观念带出来 人就能够什么 认同 所以 每个地区都可以有最少 两三个三四个的见证 不是一个 是不是 那你有不同的观念 都有不同的经历嘛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证 但是每一次只要讲一个 不要几个都混在一起讲 这个要做有效的工具 最重要的这些事情 那有机会在一个workshop才能够 更在试试教育怎么做 但是这个是基本 但是你讲的都是 确实不能够幻想 不要乱想 你讲实际 有时间 有地方 实际的经历 甚至能够很 能够把那个图画 描写出来 这个见证 人就能够认同 因此对福音就引起兴趣 那我 用两分钟讲自己 其中一个见证 大家听听 我小的时候 住香港 上学的时候 差不多每天 坐那个公车 经过一个站 跟医院的后门 香港住 香港知道那个是 欧道老道的 广华医院 广华医院 后面 原来是 念法 就是 尸体运出来 要浇了去 放在 官吟里面 很多家里 在那里哭哭啼啼 哇 你是挺 所以我看下去 我就 心 跳得很快 回家 很多时候都做噩梦 所以对死亡 有一个很 不好的印象 很惧怕 但是我记得 我 十五岁的时候 认识耶稣就是生命 到了真理之后 在那个 复活节 我受 受洗 信靠耶稣之后 人间 对死亡的惧怕 完全改观 记得有一次 我第一次来 美国的时候 刚有一个朋友 在 加拿大 那个温哥华对面 那个岛 结婚 我要去参加 问自己 开车 从Denver 一个人 很大胆 刚来美国不久 一个人开车上去 怎么去到Seattle 早上要去 上船 那个 车要上船 才过去Ventoria 春路上 海维的时候 一个 其中一个胎子 爆 整部车 从这边 塞到那边去 打一个转 站起眼睛看起来 看到前面一部的 货柜车 一直冲过来 哇 他上了 刹车 烟都好像冒出来 我冒了一身冷淡 好在他 起车之间停下来 不过 当时我想 就算他把我压 成一个 Hamburger 一样 我知道 我确实有 跑回到天上 跟主 永远同战 有一种 讲得出来的平安 因为我们有 永生盘 这个是从一个观念 就是讲一个观念 是不是 但是之前一件事情 之后一件事情 实在的经历 但是中间 因为我认识这位 福货的主 永远 的见证 所以见证呢 用一个观念 实际的经验 但是表达 神的救恩 的奇妙 懂吗 你也能够做 选你自己 经历里面 一个 两个 三个 有起码 每个基督徒 起码两三个见证 碰到什么人 拿什么见证出来 好吧 所以这个是实际 做永厚 有效的 功能见证 第一个呢 我们接受 这是接受的 是Billy Graham 他们在伦敦 1960年 几十年前 很久很久之前 刚出来 第一次在海外 开布道会 Billy Graham 大概都认识吗 哥贝尼 香港叫 他们叫哥贝尼汉 他 这个布道主 他就想了 怎么推动 发动 教会的弟兄 怎么参与布道呢 就想出这个叫 安德烈行动 Operation Andrew 五方面 提醒我们怎么做 进入怎么能够 实际 来为主做见证呢 第一 周围看 Look around 周围看 为什么 每天 其实我们接触了很多人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感动 去向他们穿福音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想周围看 我们就是什么 向前看 向 dollar sign看 是不是 不是 我们今天就是向前看 大部分 特别国内 是不是 都是向前看 就看不到周围的人 但是 Operation Andrew提醒我们 要向周围看 Look around 就看到福音的对象 第二呢 向上 看 Look up Look around And then look up Look up 什么 你要为他们代导 是不是 代导 才能有进一步的关系 没有代导 从来没有进一步的关系 是不是 你为一个人代导 你就会打电话去问他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你 为他祷告什么 你要去问他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 我会为你代导什么 所以你代导就一定有关系 是不是 向 Look up 第三个呢 Look Up 什么Look up 大家知道 就是旅行看 看见了什么机会 是不是 Look up for opportunity Look up 随机看看 看看 机会 其实 机会是你去 什么 去造出来的 是不是 用什么 爱心服侍 你用爱心服侍 七方面 我说 一个人起码要接触到你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你的爱心服侍呢 他的心什么 很快 慢慢就软下来 就有听福音的 渴望 第四 就像 这个像前面看的 一个Look forward 英文叫Look forward 就是什么样 找机会 把福音 讲给他们听 带他们去顾他未来 带他们来今天晚上的音乐未来 假如你以前做了前面三点 第四点就很容易 你一请他就愿意来 但是你前面没有去 关心他 没有去为他带导 没有去服侍他 不容易来 是不是 所以你要先做前面三点 做到四点 他一听福音呢 就很高的机会 他会接受福音 所以呢 第五点就是 Look after Look after Look after 就是要照顾 你要好 是不是 就是要更进 再为 一个出现的肢体 这个五点很容易 Look around Look up Look out Look forward Look after 大家记得啦 不过 里面的技巧呢 其实我们教会 已经有一个卡 我做不出来 很详细 教你怎么做吧 再次提醒大家 可以 经常生活 用underweight行动 来 成为一个 满有见证 传福音的 那随时 做见证呢 其实很多时候 你碰到一样 我差不多每一次 大半的机会 坐飞机 都有机会 向传福音 去到一个 修理汽车地方 坐在那里 有人坐在那里 就有些聊天 或者很多机会 去医院 都有很多机会 可以随时 但是 这些机会有的时候 就几分钟啊 你怎么讲福音啊 你要讲了 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 五分钟就可以 讲福音 第一 你要记得 三个节日 其实基督都知道了 圣诞节 圣诞节 福祸节 你随时 可以用这个 现在是什么节日 圣诞节最好了 圣诞节最好的经文 就是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 三三十六节 是不是 所以你要懂得 基本的经文 今天我不讲 就怎么知道 你一看就知道 第一章 十六节 反正接待他们 就是信他们 他就是他们全名 叫上帝的儿女 最后一节就是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他说 我站在门外 什么 碰门的时候 谁听见 救开门 救开门 你问他 耶稣 敲你 敲你 敲你家里那门 敲你家里那门 不是啊 敲你的心 你愿意开门 愿意 我带你做下面的祷告 很简单 三句话 对不起 不过 也 需要 有更好的 步道 福音桥啊 还有其他的 我们知道 在 我们教会的 David and Christina 在中国 拜托那个 山谷的步道 那个福音桥 比较长 但是很有效 这些呢 需要培训的 今天我们不是培训 提醒 有机会 我们可以开 workshop 大家 做真正个人 步道的培训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知道 神 要我们为他做见证 不是很复杂 神不要 不是要我们去 要用十八个月 把耶稣圣评 念完 才可以做 才可以做 不是 那很厉害 我们也推荐 你去念那个 基督圣语的课程 要考十二 十二次的考试 也要十八 十个八月的功课 这个不容易 我们很敬佩这些 最近有九位弟兄姐妹 能够念完这个课程 但是 神没有要求我们 神就要求我们 有个愿意的心 心里 真基督为圣 能够活出盼望的缘由 能够尝照真备 神就要用我们 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的 对传福音的态度 保罗把这个态度表达很清楚 他说 我不以什么 福音为止 为什么基督圣很多时候 不愿意就是因为 很不好意思 甚至什么 怕人迹象 所以在邻居 这时候 这个人 这个人 不过了 但是如果我 甘心这件事 就有三次 虽然 虽然我们不是为上次 而传福音 我们是因神的爱 而走远 我们也因为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家人 我们爱他 所以我们要把福音 要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 好消息 不要保留自己 我们要分享出去 求主 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准备 成为他美好的建筑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主 谢谢你这样的 看得起我们 你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愿意 因为你的爱的吉利 我们要出去 我们就带人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把你在我们身上所找 何等大的事情 如何怜悯我们 拯救我们 跟人告诉他们 因为我们不以福音为止 福音本是你的大力 我们要靠着你的大力 祝我们你的建筑 所以你愿意 我们每个弟兄准备的信心 祂刚奉耶稣祂的圣灵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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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